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星期四 我昨晚吃完宵夜 所以今天也累了 今天是4月6日 4月6日回馬昌 想說一些4月1日相關的話題 我也有點錯過了 也是過了4月1日那幾天 然後再看4月初的一些爭拗 什麼爭拗呢? 因為4月1日 哥哥的張國榮的忌神 不是,是否叫忌神? 不是叫忌神,是忌日 就是逝世的日子 今年2023日比較多活動 因為哥哥的張國榮過世了20年 變成比較多 也有搞演唱會 然後又有展覽,各樣東西 那麼呢 適逢這個比較多活動的哥哥 死記20年 然後呢 原來就出現了一些爭拗 在網絡上 那麼就有一些黃絲 又或者是一些前《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人員 那麼就在這裡說 就說,現在哥哥都過世了20周年了 那麼大陸呢 大陸就有一些假新聞 就說哥哥的死 就跟《蘋果日報》有關係的 那麼呢 就說很多這些假新聞 就在這裡傳播中 那麼呢 我先看看他的文章是什麼 我先看看他的文章 他就說 其中一個人的一個Post 就在這裡說 張國榮就說 他說早兩年 有一個從大陸出來的朋友 就這樣去問那個人 就說 這個張國榮的死 關不關《蘋果日報》的事呢? 那個大陸的網友就很認識 然後大陸的朋友就說 蛤?你不知道嗎? 大陸的很多網站都說 哥哥張國榮是因為 被《蘋果日報》的狗仔隊跟蹤 揭發他同性戀 最終呢 是他因為受不住壓力而自殺的 那麼他就說 這些大陸的網站 就重複不停地說同一個謊言 重複不停地說同一個謊言 那麼就說 這些假資訊真的很毒 非常毒 毒到一個點 那麼他就說 哥哥未必很喜歡《蘋果日報》 以及《一周刊》 但是呢 我知道很多《蘋果日報》 和《一周刊》的記者 都是哥哥的粉絲 那麼就說這些假新聞 就去影響了《蘋果日報》的聲譽 那麼很多《蘋果日報》 和《一周刊》的記者 《蘋果日報》的從業員 都是哥哥的粉絲 那麼就引述張國榮的話語 就是 哥你老母嗎? 哥你老美嗎? 這樣 那麼 就是原來現在就在這裡將 就是大陸當然有很多這些假新聞 大陸經常都有一些 關於香港藝人的假新聞 但是這個不是假新聞 就是 張國榮和《一周刊》的恩怨 張國榮和《一傳媒》的恩怨 不是假新聞 這個《蘋果日報》 和 最主要是《一周刊》 最主要是《一周刊》 《一周刊》 接著張國榮那時候 演唱會的時候 復出的演唱會 接著他有中性的造型打扮 長頭髮 穿裙子 那一次 應該是 那首歌是紅的 那首歌是紅的 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 那麼 演出紅這首歌的時候 接著 《一周刊》 也做出了一些非常惡意的 非常惡意的報道 其實當年的傳媒 也有很多惡意的報道 如果你找回當年的報道的archive 你會發現 其實東方的報道 也不是很善意的 也是有很多惡意的用字 當時的社會很保守 迂腐 很缺乏品味 但是 最誇張的一些 會攻擊張國榮 說他男女 說他會欲酸 很噁心 這些都是出自於一傳媒 接著 出現了很多經典的事件 例如就是 對張國榮的 對張國榮的伴侶的滋擾 當時唐糖還在銀行任職 接著就有很多 不是有很多 就是一傳媒的記者 會去扮客戶 然後就去套料 然後又會借助 通過地產經紀 然後又去找到 拿到張國榮的家的鎖匙 然後就入屋 入屋是在周刊 刊登屋裡面的內容 接著張國榮自殺 接著張國榮自殺 之後 周刊又做了一個標題 又是張國榮 類似是張國榮死亡之謎 接著說張國榮最後的三代遺物 三代遺物大揭秘 那三代遺物大揭秘 其實就是找他家裡的垃圾 在張國榮死了之後 然後找張國榮家裡的垃圾 接著就做了一期報道 就去拍他有什麼垃圾 就說他死前的歲月 他吃什麼 家裡用什麼 那張國榮也很討厭 很討厭肥佬禮 張國榮是接受《蘋果日報》訪問的時候 因為《蘋果日報》有他的朋友 然後 那個應該也是《一周刊》 《一周刊》的記者裡面 有張國榮的朋友 接著接受訪問 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罵肥佬禮 罵得很糟糕 然後原文刊登 原文刊登 就罵肥佬禮 然後肥佬禮自此之後 很多報道都被抓住他 到底抓住張國榮有抓住多少呢? 那當然他不是故意抓住張國榮的 因為張國榮是紅的 那麼 《一周刊》和《蘋果日報》 是… 是這個這樣的… 狗仔隊文化的先驅 之前我們做很多節目都有去討論過 《一傳媒》到底是怎樣的傳媒 那麼他… 當然是香港的Yellow Generalism 的始造 那麼… 做很多… 嗯… 做很多… 善情啊 揭秘啊 呃… 給予藝人壓力啊 那麼這些… 是… 去到… 去到臨近接的時候 去到臨近接 基本上 《蘋果日傳媒》最後一浪的聲勢 都是靠許智安偷食而已 都是靠安心出行的嘛 那麼你… 這個是… 這個是《一傳媒》的本質來的嘛 這個是《一傳媒》的本質來的嘛 那麼… 呃… 就是當然到了今時今日 到了2023年 呃… 《一傳媒》在香港… 消失了 拘捕人封艇 那麼… 接著… 被徹底抄家 肥魯麗到現在 都還在監獄裡面 那麼還未審的 肥魯麗到現在都還未審的 那麼… 這個… 我們當然覺得 呃… 不代表我認為一個傳媒機構 以及扮演傳媒的一個傳媒老闆 應該落得一個下場 是… 被監禁 呃… 整間公司被清招 我不認為是這樣的 那麼… 一周刊 蘋果日報 一傳媒 因為國安法 因為香港的政治 然後這樣被清招 然後拘捕人封艇 我當然是覺得是不應該的 那麼我也覺得 我自己作為一個做傳媒的人 我也不願意見到有任何的傳媒機構 因為一些政治啊 法… 一些… 一些法規的改變 而結果要拘捕人封艇 然後有傳媒… 做傳媒的人 因此而入獄呢 這個是… 任何情況下 大家也不希望見到的 但是一件事還一件事 就是當你有… 因為政治立場 因為你是黃絲各樣東西 你要去… 希望大家去… 記得《一周刊》 記得《蘋果日報》 記得《一傳媒》 你可以在你的角度去褒揚它 但是不要扭曲歷史啊 不要走來 反過來跟我說 啊… 其實呢 就… 《一傳媒》從來沒有迫害過張國榮的 其實《一傳媒》裡面 很多人都是哥哥的粉絲 喂… 事隔二十多年 其實就是由… 由《一傳媒》 去… 所謂的揭秘 或者是張國榮 那件事不是二十年 那件事… 可能都歷時了 可能都歷時了 二十多年 近三十年 好了 而香港其實一向的傳媒 對張國榮都是不友善的 這是大家混淆了的歷史 就是你現在… 當然… 張國榮世世了二十年之後 那麼… 張國榮是… 張國榮去了… 張國榮那個形象 以及張國榮在香港的印象 已經去了另一個星懷 另一個層次 但是事實上 張國榮在生的時候 在很長的時間 在張國榮近乎適應之前 其實根本從來香港的傳媒 香港的媒體 向來都對張國榮不友善 就是那個不單純是因為… 不單純… 以為Abel很睏 不是 省神一點 是啊 就是這個不單純是因為 張國榮的性取向的問題 而是… 由… 大家那時候還不知道 張國榮的性取向開始 就已經覺得張國榮糾屎 覺得張國榮糾串 或者是… 總之香港的媒體 基本上從來沒對張國榮有善過的 而當中的表表者就是壹傳媒 由壹周刊開始 這個引入狗仔隊文化 而他不是單純… 他不是只是針對張國榮 他當然還做過很多事情 例如陳建康事件 各樣的事件 是啊 在書室都說你又有眼睡了 可能是眼睛的 不是啊 明明又有眼睡了 對張國榮沒有興趣 不是啊 其實我沒有眼睡的 但是我的眼睛是這樣的 那麼這個就… 但是你可以去捍衛這個 你可以去懷念壹周刊 你可以懷念《蘋果日報》 你可以這樣 但是你… 不要扭曲歷史的嘛 就是當然 《蘋果日報》 肥佬黎現在正在坐牢 《蘋果日報》被人剿清了 但是 壹周刊事實上就是做過陳建康事件嘛 那麼陳建康事件難道會消失了嗎? 陳建康事件就是存在的嘛 是不是呢? 就是你逼得別人跳樓的嘛 那麼你… 譬如《蘋果日報》就是… 《壹周刊》 《壹周刊》就是一個… 《壹傳媒》是一個做新聞的機構來的嘛 就是你給錢去陳建康叫雞 然後就影響著陳建康叫雞 這些事實上是你做的嘛 事實上就是你們做出來的嘛 那麼… 這些只不過是… 關於張國榮啦 關於陳建康啦 就是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其中一些例子而已嘛 就是要數《蘋果日報》的罪狀 要數《壹傳媒》的罪狀 就是有名牌的罪狀 有名牌的罪狀呢? 就是包括對我啦 包括對我們整個團隊啦 包括對其他他的異見人士啦 那麼這個… 這個… 在《壹傳媒》的世界上是有異見人士的嘛 異見人士的嘛 就是譬如他也試過… 即是肥佬黎… 肥佬黎還在很久活躍的時候 也試過在《蘋果日報》開會的 拍桌吵架《蘋果日報》的記者的 那天還在《動新聞》的時候 拍桌吵架 吵架《動新聞》的人 他們在吵架他們 你們為什麼還不把黃陽大的新聞呢? 現在你們的報紙 現在你們這個報紙 是黎智英開的還是黃陽大開的? 然後從此我就消失了 那些《動新聞》了 那麼後來很快 《動新聞》也消失了 那麼這些… 這些… 這些歷史是… 這些歷史其實最後就會消失的 這些歷史慢慢就會消失的 你不說 然後有一群人在扭曲事實 在說另一個版本 這樣就消失了 好了 那麼… 當然我們很想明白 我們很想明白 就是… 一樣還一樣 你說… 雖然他有這麼多的罪狀 有這麼多的罪行 他有沒有他的歷史意義呢? 他… 在政治上代表了一些東西呢? 他當然是 那麼… 肥佬黎也不應該… 因為… 就是… 做傳媒 而搞得坐牢 那麼… 但是… 我們的理智告訴他 一件還一件嘛 那麼我們也不會說 喂… 喂… 我也不會把兩件事混為一談 我們也不會說 就是說 喂… 你當年做過這麼多事情 當年陳健康事件 又或者 對張國榮 這種惡意的報導 又或者你對 熱狗做過這種惡意的針對 於是你被人拘捕 被人抄家就該死了 那是兩件事來的嘛 兩件事來的嘛 我們不會混為一談的嘛 但是呢 你不會混為一談的嘛 但是支持他的人 就會將那些事情混為一談的 因為他要支持他 因為他要將 這個壹傳媒的歷史 留下來 就好像壹傳媒 是香港最偉大的清傳 好像是香港傳媒的… 好像是香港傳媒的神聖的 光輝板塊那樣 然後呢 就所有曾經做過的壞事 都拒絕他啊 拒絕他啊 拒絕他啊 拒絕承認曾經出現過的事情 包括就是說 喂 好像現在… 原來呢 就是今年我才發現 出現了這樣的爭拗 然後呢 就將… 因為其實每一年都會有人貼出來的 每一年 去到近四月的時候 都有人貼回壹傳媒 怎麼去針對張國榮 曾經做過什麼惡意的報導 做過什麼惡意的追訪 那些狗仔隊 怎麼給予張國榮極巨大的壓力 那麼當然我們不會說… 是直接跟壹傳媒有關 因為這個推論 因為… 因為… 也有很多原因 事實上 他… 嚴重的抑鬱症 到底這個源頭是來自於什麼 我們事實上也… 那麼抑鬱症這件事情 也沒有所謂實質的源頭 那麼… 但是… 但是… 雖然我們不會這樣說 但是… 哇… 你現在… 就是… 調轉槍頭就說 所有… 所有的壹傳媒 對… 這個這樣的… 張國榮做過的壞事 做過的惡行 你一句… 就說是大陸假新聞 你就說是大陸那些假新聞 對《蘋果日報》的抹黑 你說這些是抹黑 你說這些是假消息 你說… 你說這些是一些不存在過的事情 這樣… 喂… 這樣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我們會… 我們知道 其實… 講一講一講 其實這些事情就會變成真實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我肯定是APL全部都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 而APL又不是很年輕的 我想說 就是… 當然你也不是年紀大了 就是APL又不是十幾歲的小孩 APL並不是一個十幾歲的小孩 但是…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 APL是完全不知道的 現在的人什麼都不知道 你明白嗎? 就是… 現在的人是有權什麼都不知道的 你明白嗎? 就是… 只要有些黃絲在那裡說 譬如我剛才所說 我剛才在那裡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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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post 我也免得開他的名字了 那麼那個人其實就是… 都是一個專欄作家 來的 也是一個有些名字的專欄作家 那麼他在《蘋果日報》寫文章 他在《一周刊》寫文章寫很多年 那麼他也是一個知名的… 他當然不會不知道的 那個人 就是那個… 那個本身也是一個知名的專欄作家 那麼跟著然後呢 就… 他就在那裡說 這些《蘋果日報》的惡行 《壹傳媒》的惡行 是一些假新聞來的 而在他的post 下面呢 是有大量的黃絲留言 就說是呀 大陸人扭曲歷史的 但是明明他才在做扭曲歷史的事情 他才是扭曲歷史的那個 那麼一大群黃絲 就是在做扭曲歷史的 而他是成功扭曲歷史的 第一就是 黃絲不理會了 有些總之就是 只問… 只問… 只問立場 不問是非 而事實上 大部分人是APL來的 APL是代表社會上大多數的 就是不知道 他說是呀 其實沒有人會用腦記住這些事情 甚至乎很多人覺得這些事情是不重要的 沒有人會覺得這些事情是重要的 於是 喂 你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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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 content farm 怎麼說的 你那些… 即是等於APL經常找到那些文章 那些馬雲名句呀 名言那些 金柯拉那些 喂 你只要有一大堆文章這樣說 他就覺得是的 事實上就是是的 你… 你…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 你知不知道蘋果日報被抄加的 你知道嗎? 嗯 這個你知道吧 知道 你知道是因為什麼抄加的 唉 是啊 你知道的 是啊 你知道的,OK 那麼你的印象 蘋果日報是一個什麼傳媒來的? 你問我嗎? 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印象呢? 對蘋果日報? 有 他是什麼媒體 很多那些動新聞呀 很多那些公仔動畫呀 這樣 都… 都幾… 幾dramatic的 我可能可以這樣形容 你覺得… 你覺得蘋果日報是很dramatic的 是啊 是不是? 就是很具娛樂性的一些… 經常做一些很多娛樂性的新聞出來 是的 即使是一些殺人案 或者犯法的 但是他都會做得很juicy 是 是的 所以呢 譬如Abel說幾句 你就知道 大家對… 大家對蘋果日報的印象 其實是近乎沒有的 你明白嗎? 其實是沒有的 你現在… 你現在隨便問一個人 大部分… 你問任何一個人 得出來的結果 其實就跟Abel那種這樣的回覆差不多 即是沒有了 其實根本就沒有印象 其實大部分人對這個世界所有的事情 其實基本上都是灌雲煙的事情 只是很片面的印象 到底蘋果日報代表什麼? 到底蘋果日報在傳媒上代表什麼呢? 那因為譬如 沒有人會去… 沒有人會去… 去否釋譬 譬如狗仔隊文化 又或者是一些… 又或者… 其實是這樣說的 又或者其實Abel沒有見過正經的傳媒 可以這樣說的 很多人都沒有看過 那麼… 去到… 如果以近十年來計算 如果是近十年才去攝取這個世界的資訊 這樣… 那麼可能大家… 可能大家對傳媒的印象 已經去到… 模糊到可能是一些… 可能是… 可能是… 一些網上的短新聞 那些這樣 或者根本… 可能是Abel過去那幾年 可能不是在說你 就是… 可能很多人過去那五六年 其實根本從來都沒有碰過報紙 沒有見過報紙 沒有閱讀過報紙的文章 那些… 就算那些… 聲稱是很… 保護《蘋果日報》 很捍衛《蘋果日報》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蘋果日報》是什麼 他們也不知道《蘋果日報》做過什麼 那麼… 其實他是有洗腦的作用的 根本這些人就很卑鄙 譬如我講的那個專欄作家 我在這個節目裡也很廢話 才會開你的名字 就是… 根本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你怎麼會不知道 一周刊如何對待張國榮呢? 沒有可能的嘛 一周刊是… 是… 大家說出來 在checkroom裡面有記憶的人 就是稍為年紀大的人都會記得 喂… 死了都還去找他垃圾的 混蛋 混蛋是混蛋 混蛋 是混蛋 你更好意思說那些人 其實在一串梅裡面 很多人都是哥哥的粉絲 哥哥的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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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粉絲 你還做這些惡毒的事嗎? 屌你到什麼? 這些人是… 這些人是落地獄的嘛 是截墮的嘛 好了 那麼… 但是 做完了這些事情之後 嗯… 你只要… 有過十年的時間 然後慢慢講另一套 然後資訊又越來越碎片化 越來越碎片化 然後… 那些東西越來越散亂 越來越散亂 然後… 你只要說出一個版本 他們可能出於無知 他們出於… 這些… 現在的人 他們可能是基於無知 基於無腦 基於無記憶力 或者基於用立場去取代是非 那些東西呢 他們自然會講一講 就會變成那個版本 所以今天也… 雖然沒有什麼… 不是說很重要 但是… 唉… 反正也是 我們也留下一個版本 我們也留下一個版本 在這裡告訴大家 就是… 喂… 大哥… 就是… 我不會說一周刊 是逼死張國榮的 我也不會說 他們倆是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 喂… 張國榮生前 受到的攻擊 受到的虎虜 或者他在香港… 香港… 生活在香港 suffer的其中一個 最主要的點 就一定是源自於肥佬禮 一周刊 一傳媒 主要 其中一個點 其中一個點 是肯定是 而… 只要是… 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 基本上可以說是… 沒有可能不知道的 絕對沒有可能是不知道的 但是事實上很多人都… 就是曾經生活過在那個年代 APL其實也生活過在那個年代 但是APL就不知道了 APL就完全對這些事情沒有印象了 那麼這些事情是大部分香港人來的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呢 我們也留下一個紀錄 我就不認為因為這樣 而蘋果日報… 一傳媒應該死 但是… 但是… 也不會說因為一傳媒死了 於是死人為大 他什麼事都是好的 那麼絕對不可能這樣 那麼我們也… 借這個節目機會呢 留下一個… 留下一個紀錄 這樣… 有人課金給我 說我是《二月時報》中最有耐性的人 這樣…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亨100%是《二月時報》中最有耐性的人 這樣… 是嗎? 竟然是這樣嗎? 好… 我們這次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再繼續 就這樣… 看來吧 再見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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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段… 第二… 三段… 到這裡… 第二… 一段… 三段… 二段… 三段… 二段… 三段…